大家好我是伯伯老四一串让新的旅途开始了这是今年的第2车旅途 我们现在说处的位置是卡尔家里的尼斯库 什么卡尔家里 我们现在在加油 我为什么说这么快 因为外面的气氛是零下35摄氏度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零下35度怎么样打开油箱盖 哎呀 我的视频都起来 看哪 这个油箱的叫你是根本有不开的 大家学会怎么开了吗 这是冬天正确打开 打开 打开油箱盖的方式 我们现在给你这边加油 好像貌似这里有雪 冬天的时候这也不是 雪一般 行了我们开始了零下三入比钱加油 行了不说了动作不行了 大家叫零下三月不缺线来说现在的温度是零下35度 零下35 现在我想跟大家说零下30度和零下10度的区别就这样子 我 你刚才 我是满根电呀 至少70%的电 我在外面拍了五分钟 五分钟没有吧 直接就变零了所以说赶快上车我插着电 才能给大家继续完成我的拍摄 那现在的给大家说一下的 现在的油价的是一块五毛五 外面的气温的大家有时候有时候不信说怎么可能零下35度的看到没有 20下32度啊 行了 我的妈呀 油箱盖打开方式学会没有 我鼻子是不是黑的呀 层丶下32度还是照样超车 我觉得我现在的样貌非常好看 我也不知道我又比简单大家说一下我今天都干啥了 那今天是1月11号 我们的从温哥华拉了一个货的来 送四个地方 送四个地方有哪些地方呢 有Edmonton一个 卡尔加里有三个 刚才我们现在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就卸一个板的货 这个板的但是我们需要把同步拉开 大家知道零下30度会什么样子 大家刚才看到了我加油 我加油连油箱盖子你们该需要用大锤锤 你说我那个啥能不能打开呢 我那棚步要打开什么就费死牛惊了 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还是在有人帮我的情况下 把这棚步打开了 卸了一把火 鼻子就成这样了 然后呢我也没时间去清理啊 为什么 我还有三个货要卸 卸完三货的卡过去了之后呢 我还有个货要拉 但是我想想 估计呢 在这种恶劣的天气情况下 我估计呢 就很可能拉不到 说这些东西就是计划和变化 所以说大家如果也在这边零下30度的时候干嘛 开开车 无所谓 对吧 注意安全吧 真的我只能在车里面给大家拍 一旦说下一个活儿的想给大家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零下30度的时候先电池 两分钟没电 太恐怖了 35度呀 40度 牛逼牛逼牛逼 我又回归了 配视频的角度 跟大家一起欣赏外面美丽的 零下三十五 你奶奶屯 你大爷胳膊的 哈哈 这看到的稍微刮个大风啊 啥都看不清楚 零下三十五度呀兄弟们 每个车都在冒着白烟呢 我也不知道我是百分之百能安全抵达 我都不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 就是百分之百 做男人必须要有自信 我又觉得我这小黑鼻子现在太是亮点了 哈哈 北京吧 卸货的时候呢我看能不能给大家拍一下 我把这棚铺咐部打开 但這就是卡车司机的生活 пожалуйста 爹了 hand 游钱主要先跑一千七 你说说吧 怎么玩 所以说了 以前我都是做的对的 到冬天了 就是在家休息 跑完这趟呢其实就是为大家 要大家体验体验的零下三十度啥感觉 给大家拍个视频 让大家感受感受 零下三十五度 只要有机枪就行 我们下套旅途 说啥不往北边跑了 我们只往南边去 我们现在车上了还有三个货耀线 预计的今天的只能洗俩 剩下那个货呢 明天再说吧 回货能不能拉 都留给明天吧 继续 7月12号 7月12号 外面气温零下33 33加32呢 是65 7964 5735 现在外面气温零下 是差不多 36度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三十六度呢就什么都冻得死死的 我们呢今天的目标呢就是 卸一个货 装一个货 装货的时候会很困难 当我那壳腿要往开拉的时候 太恐怖 哎不管了 走吧 现在早上 6点43 当地时间7点43 我们去送货 跟着我的视频 看看我们今天 送啥 我们这次送货的地方呢 是要送到 南边 开车 20分钟的地方 看看 现在的气温呢 我的表已经显示 是零下40 发 零下40 发 大家可以 算一下 也就是零下40度 天亮了 太阳出来了 让我们暖和暖和 在5分钟 我们就到地了 零下40度 彰显 真正 现在哪有个好消息啊 就是我们卸货的气氛要开到他的屋子里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神恨 多事了 我们等一下的从这个门进去 好了 废话了 现在呢我们开心的要死 不过我们等一下装货的时候肯定 放心 哎呀 刚才我一进去跟那小哥说你拉的什么呀 我说你知道现在外面零下40度我知道不管你拉的什么都是metal 拉的什么零下40度都给你动成铁嘎的 哈哈哈 进去了进去了 现在那么我们的货已经装上了 现在从卡尔加里 我们这台货呢星期一送 现在我查了一下沿路的那个 温度啊 全都是零下二十几度 我现在在这地方是零下38到40度 不管了不管了终于可以慢慢的开车回家了 地面上虽然是冰 但比起我们在外面工作时代还是舒服很多 我们现在呢已经成功了从 零下37度 开到了零下17度 这个地方大家熟不熟悉 我们伟大的后面的 这道理组织结束了 但是 这套旅途算结束了 但是中间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准备 追溯回去 拍给大家看 不过不是这期了 我们下期见 我让你们看看钢戈在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零下40度 啥都能动成铁嘎的 期待我下期视频 看看路上我是怎么样把衣服 变成这个样子 我保重我们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 变成这个视频